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103年11月3號 我們看到這個年底再過26天 就要選舉投票了 現在台灣社會的黑心 史安風暴還在延燒 昨天晚上最新的新聞資料 滿有總統因為在嘉義裡頭 公開發言講說 這個黑心流不是在他任內發生的 都是阿扁的 張大春直接又在臉書開砲 那台灣社會面對這一個黑心有的事件 為什麼財團可以做到 今天蘋果日報寫了一篇評論 叫做爛政府爛門神 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從中央到地方 到處都有門神 中央有操之一大門神 地方有小門神 包含屏東的公文 怎麼留到頂心呢 現在各說各話 那藍陵費洪泰健烈心形 可是國民黨內的中央執政團隊 對於黑心頂心都不用負責嗎 更麻煩的是餵服部還裝蝦 餵服部一裝蝦 害我們多吃了十多天的 噁心濫油 毒油 而且更重要的是 除了頂心跟正義 跟這一次統一的泡麵用油 據說還有餵爆蛋 台灣社會不禁要問 怎麼這麼多門神 門神們到底為什麼要做門神 做門神到底要撈什麼 真的都是撈錢嗎 那大門神怎麼撈大錢 小門神怎麼撈小錢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前立委林國慶好 您好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楊石秋同學 大家平安喜樂 好 再來是陳敬函同學 大家好 鄭初祺 大家好 再來是何波恩同學 大家好 再來是光晴 大家好 我剛剛講台灣社會再也受不了 怎麼門神這麼多 就是你跟我都是這個獨油的受害者 然後馬英九總統因為說 這些黑心油不是在他任內發聲成立的 這個又引起網友們眾怒 所以張大春又開炮了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南下加一拼補選總統不忘提史安 發聲的時間不是我們任內 但是我們任內發現以後 我們立刻就承擔起這個責任 嚴查重罰 談到史安風暴不是他任內發聲的 因為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重複再講一遍 這些案件是我們這幾年發現的 但是它是什麼時候發聲的呢 發聲的時間 從高雄地檢署的起訴書裡面看得很清楚 從96年1月1號 儘管總統拼命解釋 但就連作家張大春都無法接受 在臉書上痛罵 總統能把發聲和發現如此切割 以逐漸尖角 發聲於馬英九就任前一年 而持續在他任內繼續發聲6年 而未被發現的事實與歷歷俱在 怎能視若無睹 馬總統已經執政了6年了 不要像小孩子一樣 怪天怪地就是不怪自己 張大成還說 當馬英九睜眼說瞎話的時候 尤其是將發聲視為一次了結 將發現染為己有的時候 是比貪腐還令人憤怒 鄙夷與唾棄的 而從執政那一天起 你的眼睛就沒有人 就沒有責任 沒有這個國家了 一篇短短800多次的文章 看得出總統試圖切割 發聲與發現 卻也無法掩飾任內拖六年才發現的 疏失責任 記住 綜合報導 好 光晴 再過26天就要選舉投票了 可是黑心食安風暴跟頂心的門神 現在藍綠又在打口水戰 費洪泰的說法是說 從頭到尾都是屏東害的 曹啟宏要負責任 當然曹啟宏很有可能是 屏東的頂心地方門神 可是頂心可以作為 兩岸三地第一食品集團 光一個屏東地方門神夠不夠 不夠嘛 台灣也要有門神 甚至大陸都要有門神 否則大陸到現在為止 都還不認真查康師傅 對 門神有大有小 抓了大也不能放小 但是呢 你以馬英九 現在在那個陳映蓁 造勢現場的那個台子上面 以及他先前 你看他們從國民黨大黨邊 費洪泰開始 每一個上節目的 要不是就拿走阿扁的 不然就是最近就拿出 這個所謂的這張照片 對 那這個是辦法嗎 那我要問 如果當初歸於返鄉 是蔡英文引來的 是陳水扁執政引回來的 那如果黑心油是從2007年 正義 老正義員工楊正義 就到大幸福去 開設黑心廠的 如果從那時候就開始 那我試問 那你2009年 一陣稅下降了以後 為什麼 龜宇返鄉 你還在這個造勢現場講說 哎呀 這康師傅是大補完啊 那你為什麼還要這個 敲鑼打鼓說 啊 龜宇返鄉裡面最大的一條金魚 就是康師傅 為什麼2009年還讓他允許以求官派 官股還要這個開發工營 孤正銀兩個小時就釋出19.5% 為什麼還讓他地保買9戶 9成9的貸款 為什麼你們還帶給他 連工股在內 公民銀行庫 400多億 連他們個人加起來快500億 還要繼續帶給他們 中價520億 而且為什麼三重的土地 讓他地幕變更 曹啟鴻總不能讓新北市的土地 地幕變更 對 地幕變更了之後 還繼續帶 然後在這個黑心油早就爆發了 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第一次辦大桶 第二次辦牆灌 第三次還繼續隱匿 你看每一次檢測結果 都故意漏掉這個頂心 那你說這個林國正 曾經在你節目中 拿出一個從香港進來的 黑心油的一個頓數 結果那個時候最多的是誰 最多就是正義加上 這個頂心嘛 頂心自由 結果你們先辦了牆灌 每一次都是這樣搞 到現在為止又把責任 抓到啊 抓到 你屏東縣政府 結果就一直在這邊猛打 誰都可以打 佩鴻泰 你率領你們的王毓民那些人 你們有臉打嗎 誰都可以打 誰都可以質疑 你們不到過來去監督政府 當然你們是國民黨的 而且你又是大黨邊 但是你們大落落在電視上 誰能夠接受嘛 所以門神就是門神 誰也不要推 我們以這一次從大幸福越南爆發事件以後 我們的官方跟這個越南官方要這個所謂的四次要所謂他們的這個證明文件 我試問越南代表處早就在那成立了 我們今天中華民國不是在那邊第一天設越南代表處 如果馬英九說大幸福2007年就成立了 那你越南代表處這麼多年來 你為什麼毫不察覺 再加上那個照片是後來去補拍的 在今年4月這個陳茂家被魏雲從指派到大幸福 就是等於換個人去查場 結果查了兩天去玩了兩天 第三天到你越南代表處你還接到人家 你現在怎麼變成說好厲害喔 好不管怎麼樣 你傳來這個文件 我們的這個衛福部什麼時候接到這個文件 他們越南8號出文件對不對 我們9號9號都接到了大家看這邊 9號上午就已經電郵傳來了 那你為什麼你22號還才下架呢 對對不對 你不要講遠的我們不要講這幾年來 你馬英九執政6年來 你狀況頂心多少次 你光是看這一次的 我們來平隔離前段 你為什麼不為什麼要隱密呢 9號就傳來了好 那我現在來講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從曹啟宏到副縣長中嘉賓 你們現在公文在要抓頂心之前 你把它傳出去 你還8點鐘不下班等在那邊 傳完以後還打電話問人家說收到了沒有 你現在在執著於說 這個不是機密你們還被設計 公文就不能傳嘛 你就算是一張紙不算是公文 要抓頂心的時候 然後你還傳給他 我跟你講這一次有消息指出 到最後還跟著全民抵制 最後一刻這個魏英嬌 頑強不退 我聽說又是金小刀出手了 找了一個說小羅羅找真名中出場 絕對不是那麼湊巧 什麼魏英嬌打這個張聖和打不通 然後才打給魏英嬌 魏英嬌才打給真名中 博士他是金管會主委 一定有人叫他出來 菩薩臉擺出那個不是菩薩臉 連弄完臉擺出來了嘛 跟他講三點就是說 抽銀根了嘛 抽銀根讓你垮嘛 不早不做呢 我們這一次是活生生血淋淋看到 台灣社會可以養一個這麼大的黑心財團 其實背後是藍綠都有門神 藍綠都是門神 所以我說你這個圖片就不錯啦 可是做的不夠好 我以前就講說門神一對有藍有綠 你現在只有藍有綠這樣 第二個應該用那個3D立體的 這個門神裡面供的主神到底是什麼 我今天評論講得非常好啊 就是說原來這個政府只能當門神 後面供的都是資本家 他真的採在身上 隔著頭上的你愛他去擺 然後他提到說這種政商關係 歷來都有 中國大陸現在還是政控制商 互相包庇 你覺得中國大陸現在還是 康師傅的大門神對不對 對 但是他可以控制資本家 台灣是已經被資本家控制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你沒有想到馬英九長得這麼斯文 學歷這麼高 會厚著臉皮公然講這種話 如果按照他這個邏輯 我也順著剛剛光琴講 像有一個是在台南爆出來的 那台南不是你國民黨的吧 人家民進黨的嘛 當然不是那個是檢查系統嘛 我看最好是把這兩個 那個抱歉還是老農 把老農找來看看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是不是 然後台南那個攤商去檢舉的 看看是國民黨民進黨 這些傢伙老百姓這個時候還有 還會管這個嗎 是老百姓主動去搞出來的 而且我在打得差 吳嘉誠老師一直在頂心在彰化 永進的工廠 彰化你不能說是民進黨的地盤 彰化現在是國民黨的地盤 就擺明了 頂心是藍綠都有門神嘛 你看他這個選舉到 而且大蠟蠟睜著眼睛說下話 你說這個交給費洪太 就是因為民進黨出了包嘛 也剛剛好而已 你竟然自己還出來製造這種見不得人的新聞 不過我是覺得民進黨也是夠可惡的 你看那個我們那個小英怎麼回應 這個講到屏東社會觀感不好 我跟你講以後民進黨講到賴事物如 講到林毅士 你們都說社會觀感就好 不好就好了 你們不要做太超過 然後涉及到貪火你們也不聽 講到自己的說社會觀感不好 今天你說這個蘋果的社論寫得不錯 指出這個這麼多嚴重問題 不過他最後那個那一段結論 我就不太同意 他說藉機要好好掃蕩 所有這些泄密的官員 你覺得有可能嗎 我跟你講這一次老百姓是憤怒 才能夠對付頂心喔 這他的評論講得很好說 頂心奸商很嚴重 其實包庇奸商的政府更嚴重 好啊那我就問啊 我們既往說這種奸商 政府能夠對付他 現在該對付這些奸商的 現在回過來勾結還來傷害 我們老百姓 你說怎麼樣借機 怎麼樣能夠把他掃蕩 那你很簡單啊 照說年紀應該 還是有人借機 掃掉政敵的政傷 是因為反正司法的體系 在他手上的話 要辦誰或者要怎麼辦喔 都還可以有方向 那你說好你最後靠這個 這次頂心是靠老百姓 直接憤怒的力量 施加壓力 才逼著這個門神 裝模作樣的弄一點動作 可是如果你要掃到這些商 還可以掃掉官 年底選舉就到了 蔡英文那個德性出來 叫熊導火名進洞 所以理論上講 比如說以台北市為例 柯文哲我從那一天他在講頂心 說哎呀不要什麼獵巫 你就知道他後面一定是跟資本家 準備在那邊沒來演去 但是照樣會投他 所以我台北 台灣的老百姓 今年是不是 我還是提說 真的投點廢票 要不然投藍綠之外的 任何一個人都勝過這兩個爛門神 好我們稍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 向前看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台灣社會再也不能忍受黑心財團 黑心獨油 黑心食安的 這樣的惡劣 惡行惡狀 可是偏偏呢 黑心廠商可以做大 背後是有超級門神在照 而且從現在的發展來看 兩岸鼎心都有門神 藍綠鼎心都有門神 大門神小門神 紅的門神 藍的門神 綠的門神 到處都是鼎心的門神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為董為董讓不認罪 為董為董 鼎心黑心有案中檢調查出 瘟硬衝在10月17號 被裁定收押禁件 但鼎心集團的旗下員工 可沒因此閒著 想盡辦法 要把錢搬離鼎心賬戶 因為你現金班族 整個控制權是在衛家 當然絕對不是衛家相比之典 因為他旗下公司也沒有提領的 那背景我們一查就知道 他錢領這麼多 他實際上現在給你講 這已經還陸續在頂了 不是只有316800萬 所以顯示衛家 整個沒這麼單純 調查局不諱言 鼎心員工不但在10月15號和16號 提領3.68億現金 離譜的事 都已經知道被檢調發現 資金異常提款 鼎心員工仍然照樣 提走1億多元的現金 加上10月30號 威英春被起訴當天 也領出了3千萬元 算一算半個月內 就提領了5億多元的現金 對於他在大量提領的 這個異常提領的這些金額 難道你不用注意嗎 有些是說 他是準備交保的啦 各種交保的準備 那些沒有交保的是不是該存回來啊 他會存回來嗎 還是會用飛機就運到中國去 因為洗錢防治法規定 提領限款超過50萬元就要通報 但底心集團的員工提領的限款 動輒上千萬元 主管機關現在採數要查 這些犯罪所得 恐怕部分早已搬離台灣 警察部排除下一波 針對無鬼搬運調查釐清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好 楊議員 我們來看 這個中央政府呢 現在說哎呀 都是屏東草起航 草起鴻 他們實在是太惡劣了 叫他們查地下工廠不查 檢舉不查 結果呢 公文還直通頂心 所以他有沒有包庇 看起來是真的有包庇 可是台灣社會看到的是 整個台灣社會在包庇頂心的 難道只有草起鴻一個地方首長嗎 中央都沒有嗎 彰化都沒有嗎 其他部會都沒有嗎 金管單位都沒有嗎 現在看起來整個頂心集團門繩 分很多顏色啊 在中國大陸有紅色的門繩 在台灣藍綠的門繩他們都養啊 我想這一次 大家真的頂心按給我們開了眼界 他是跨越黨派 跨越統獨 跨越藍綠 跨越中央以地方 幾乎所有人都成為他的門繩 也代表在這一次裡面幾乎都團結起來了 你不管支持統的還是支持獨的 在這個地場上 為了金錢 為了利益 全部都當他的門繩 所以我常常講 在台灣啊 今天有民進黨的前立委 也有民進黨為了參選的候選人 中華民國我過去25年的經歷 我想老陣也可以在這裡做個見證 從來沒有執政黨也沒有在野黨 最大的黨永遠是一個黨叫金光黨 真的 A錢的時候從來沒有分過黨派 而且兩岸都是金光黨 中國大陸沒有更好 所以都是最大黨在兩岸 在國內都是只有一個黨 就金光黨 表面上大家互相罵來罵去 但是我長期的觀察 這個案怎麼看得更清楚 我記得我也曾經公開講過 民進黨在A錢的過程當中 當你被逮到的時候 他會跟你對罵 也就在廚房偷吃的時候 當他被逮到的時候 他嘴巴都不差跟你對罵 這是民進黨的風格 國民黨被抓到的話 他會不好意思 他就低著頭跑掉了 馬英九總統沒有不好意思啊 他推給陳水扁 馬英九這一點我要特別強調 我是一個執政黨 而且他是有一個替死鬼陳水扁 什麼東西都可以賣給陳水扁 這一點我必須要強調 身為一個國民黨民意代表 馬英九講的是實話 但是他不應該這麼講 為什麼 2008年之所以能夠贏200多萬 就是因為你取代陳水扁的貪腐 你拿一個跟你當年特別強調 不同的來做比較 當然就讓人家覺得 你本身來講 你在比爛嗎 2008年所有人都投你票的過程當中 大勝當時的謝長廷 就是因為你跟貪腐的不同嘛 而2012年你能夠當選連任 更重要的也是因為台商 當時站出來的有郭台銘 王雪鵬還有帥哥 顏凱太 結果今天台商這麼大的疲漏 你也沒有出來道歉 這不只是疲漏而已 頂星去年就爆出黑心 有了風暴 從去年到現在 這中間一年是不是還在包庇他們 小老百姓有一個很大的憤怒 不是只有頂星出疲漏 而且小老百姓現在要問門神 不是因為這個小老百姓 什麼爛賬都算蠻久的 是從去年到現在這一年 至少這一年的爛賬算他的 去年第一時間沒有人直接算他 所以今天我們必須要強調 2008年大家還記得那個廣告 準備好了 萬馬奔騰氣象萬千 結果後來發現準備好了到現在 他這個團隊只有一個人 解決任何問題 從黨政軍特全部只有一個人 金輔充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看破你的手腳 你的準備好了 到最後當時吸引這麼多選票 跟人家貪腐做不同的 結果今天你講這個話 當然老百姓會吐你口水 所以我覺得今天馬英九 必須要做的 當然現在有做的 包括抽銀燈在內 更重要的 你也要道歉 不能夠像曹喜紅這個縣政府 或他中嘉賓的副縣長 在那胡說八道 你最後的選舉 曹喜紅不完 中嘉賓也快走路了 你是馬上在 馬英九也不選舉了 馬英九的處境跟曹喜紅一樣 這一任任期做完就拜拜了 但是他還有一個黨主席的問題 如果說你身為一個黨主席 你是提油來救火的話 你粉燒的不是你個人 未來的政治前途 而是把整個國民黨的未來 全部葬送 所以他這樣的發言 民進黨的未來又不是他的未來 但是你這種還要選舉的你會怕 他又不會怕 但是問題是他11月29號投完票之後 過去民進黨當然都紛紛走路了 像過去的例子 不管是蘇貞昌也好 謝長廷也好 但是國民黨的當年的李登輝在2000年選舉 輸掉的是連戰 他一樣要回家睡覺 所以我覺得今天在這裡 我特別有呼籲 各位要如果看政治獻金 其實你根據監察院的政治獻金公報 每個人都罵政治獻金 但是以他們的公告 那合法的 收錢收最多的都是民進黨 四個縣市長抽過上億的 三個是民進黨 唯一收超過五億的 也是民進黨的蔡英文主席 民國97年 當時監察院去查違法的政治獻金 違法的被罰款的 罰款最多的也是蔡英文黨主席 當然我講都是依法申報的 依法申報有合法的一種 還有違法的 那個不能結稅的 當然第三種最可怕就是非法的 他是under table給你的超過一百萬 但這種基本上很難抓 因為當時立法院在設計政治獻金 罰的時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一旦被逮到非法政治獻金 如果你抓一億的話 你要被罰兩億 他的意義是怎麼樣 繳道公庫 所以沒人敢檢舉 頂薪衛家如果真的送了十億 如果被查到 他是要罰二十億 那這個十億呢 將來政府在追張三 收了十億 你要退回去 所以這個 當時的政治獻金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 公開的就看得很清楚 收政治獻金的 以目前你到監察院看到的 依法申報的 大概來講 以我們目前看到的 民進黨收的會比較多 好經典的補充 我要插一個話 我覺得這是台灣悲鳴曲 如果這8年加8年16年來 我們看到了 陳水扁跟吳淑貞最後 在這個總統府裡面 分配利益跟拿錢 現在看起來一樣 馬英九是不是在分配利益 走的是同樣一個 所以藍跟綠最後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貪腐 馬政府上來最大的一個政策是什麼 政府挺銀行 銀行挺企業 企業挺勞工 可是你看到了 政府有沒有挺銀行 有挺銀行 銀行有沒有挺這個企業 有 他拿錢跟自己家裡搬金庫一樣 我左邊要可以 右邊要可以 全家是我家 那銀行就是他家 可是你看今天 今天華龍去衝哪裡 這樣一化家 有挺企業以後 那個斷點在勞工 勞工變成什麼 你今天看到勞工落難 整個的狀況 這個政府有 蒙起眼睛 烏起耳朵有在處理嗎 沒有 所以我認為 八年的馬英九的執政 本來打貪腐 那個打貪腐打的是陳水扁 可是你後來看到 整個的發展 其實同樣在複製 同樣在複製一個貪腐 而且那個情況大連連 因為我們過去從1998年 跑馬英九到現在 他本來高舉的是說 什麼幾等星以內 然後錢跟設施 他從來不碰的 那時候高舉的那個政治道德 是非常高的光環 可是你看他一路走來 當初如何批判陳水扁 現在同樣一條路在走 那走的情況又讓大家覺得說 哇 瞠目接舌 他更改 原先還可以遮掩一下 現在一樣啊 我們看到這個狀況是非常吃驚的 怎麼可能在總統府裡面去分配利益 結果做同樣的事 陳水扁 吳淑貞 當初是這樣在搬錢 我們現在要看看 馬英九是不是也要這樣搬錢 那時候在藏金庫的時候 藏得非常讓大家覺得 怎麼會這樣 今天看到馬英九 大家也想那個錢藏到哪裡去 沒有政治獻金申報這件事情 通通都是捧獻金這件事情 知道選舉的人都是 不帶不帶捧獻金這上面 上面只有 鈔票的連續號碼 沒有名字 所以搬到哪裡 藏到哪裡 通通只做這件事情 看來看去真的是 頂心也是神通廣大 今天我在這麼多我心情 覺得很擔心 因為大家都在命名擔心 我覺得 有話說不知道要去回應 你知道嗎 我真的 我問你嘛 行有七七的 我問你 你怎麼看草似雄 跟民進黨的屏東縣的 所作所為 其實 當然啦 連我看不下去 你帶他看不下去 我自己也看不下去 你帶他看不下去 會傳錯了 怎麼不傳到我家來 OK好 第一個 你不認為會傳錯 第二個 我說 我們 共同 都看到一個 就是 武力的問神 問神 是 我得共和臣卒部 這兩個都是以前的 政權大將軍 就是 國家 中間義難 跟鳳祖神 站在問的 我們說的是 專門收錢的 這不一樣 可以 不要說這些人 這些人叫做 政治老子 政治老子 在聽 台灣人說政治老子 就是 政治 詐騙者 就是說 出賣 台灣人共同的利益 來換取 自己的利益 這我相信 無關對決政黨 政商的關係 從 自古以來 每個黨都一樣 每個黨都一樣 我從一個觀點 來讓大家知道 魏英聰他們家四個兄弟 四位兄弟那是沒分幾隻的 沒分幾隻就是說 他們所有的公司 都是他們四位兄弟在那裡共有的 今天只要辦一個魏英聰 就可以交代 四位兄弟那應該來講 嚴格來講 都是共犯 四位兄弟 廣東要做得太好 來分開隔離偵訊 從那邊連起來 連起來 為什麼沒人跟他辦 因為先辦一個魏英聰 你不會把我安裝 你不會咬我 你不敢咬 說我馬英九拿你十億 但是如果四個都抓起來的話 我們家都滅了 都沒了 我只有說啊 馬英九拿我十億 誰拿我多少 誰拿我多少 那就像龍潭案 咬著咬著 就咬出無數針了一樣 對對對 我們說這個 龍潭案這個問題 我都每個報告 有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 阿彬連看都沒看到 阿彬連看都沒看到 都他們沒驚受的 他沒負責收錢 這條錢 我經歷了解 是來讓這個立法委員 當初在選舉的時候 去把他們當下手 這在台灣人說 叫做人情代 做人代 做人代 阿彬第一次選總統的時候 我是嘉義憲總幹事 沒有撥下一毛錢 給我們嘉義憲 是我們去募款 沒有三四百萬 買便當 沒有看沒有 來去做經費 今天他做總統 換我們選舉的時候 他去把企業沒有看 來幫我們幫忙 這是做人代 你剛才說得不錯 後來真的不通 沒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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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拿國家的政治 換現金 是說他沒有直接放在那裡 沒有看到 還是讓你民進黨拿去 沒有 出事先別說 今天說是有利益的交換 這個當然是不可以 但是如果是民間沒看 我簡單說就好 剛才 石秋雄說的 政治獻金 公告 公告起來 民進黨的都比較多 是你們國民黨不誠實據報 你們沒有在報 我們民進部實際報的 所以你們說 你看那些 其實 那是這樣而已 被查到違法的也是你們很多 我跟你講啦 你們只有一個525萬的 政治獻金 定性的在哪裡 525萬不是小數目 但是在地方是大數目 地方要目到100萬的卡很少 但是525萬會憑空不見 你相信只有525嗎 525是給地方 那你如果說 我們剛剛要講的 說問行 我們要問行525 上面還不用打通 那上面要多少 所以說你們才有去查 這525一台去 為什麼有這麼多政治人物 包括我們民進黨 我也要批判 為什麼不占對四言兄弟來處理 多少人拿人家的好處 多少人拿人家的好處 這個都不用受騙 等到這四言兄弟 積極 衝突末路的時候 他們就主動會嘎嘎出來 會嘎嘎出來 但是為什麼不去辦另外那三個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留一個後路 到最後還是威映衝打開 三個兄弟還繼續他們的王國 還有一行 馬英九 你說有收錢沒有收錢 他說定性是不是保佑 為什麼說保佑 在什麼時候講的 那個時候要發行TDR 他說這個股票是保佑 拉抬股價炒作股價 坑殺選民 坑殺股民 為什麼馬英九 沒有事情 為什麼沒有人要去公司的事情 你可以這樣講嗎 當一個國家元首可以說 這陣子對一間公司的股票不錯 對一間很讚 這個在國家很好 其實他是在拉抬股價 拉抬股價他得到什麼利益 好 我們稍休息一下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台灣社會再過26天 今年年底九合一就要選舉了 可是就在選戰緊鑼密鼓的同時 黑心食安風暴還在延燒 台灣社會再也不能忍受 這樣的黑心財團作惡多端 可是為什麼財團得以做大 你現在回頭來追 顯然鼎心集團神通廣大 他們在中國大陸在台灣兩岸三地 各有不同顏色的門神 你以為門神就只有一個人嗎 現在看起來恐怕是紅的 藍的 綠的 都有人作為頂心的門神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一則報導 有人說你昨天跟曾明東兩個是唱雙簧 不必過度的解讀 是很單純的 很簡單的一件事 要大家到此為止別再亂猜了 就算和張勝和通話的人 確定是金管會主委曾明中 但深喉嚨可不一定是他 曾明中只不過是傳話人而已 曾明中跟誰很熟 我無意去跟副總統辯論 我只是想跟副總統說 曾明中的好朋友 金融界的人都知道 他的名字叫做蕭常瑞 現在的台灣金控總經理 台灣金控總經理 在三月之前他的位子 他的官嫌是什麼 林委員 你知道 副總統辦公室主任 名嘴周一寇再爆料 能讓魏家交出台北101 金融權的只有高高層 而曾明中有個好友同學 蕭常瑞 過去就是副總統辦公室主任 關係令人好奇 他到魏家的婚禮上去參加 魏英型的兒子的婚禮 那為什麼我們都沒有去參加呢 他在一個餐序上面 跟魏家的高幹見面 趙國帥先生見面 難道是假的嗎 他邀請魏英聰先生 去做實安委員會委員 難道是假的嗎 周一寇依舊警惹 吳副總統和魏家交情匪淺 吳敦義辦公室也連續兩天 發出聲明 強調一切都是捕風捉影 強調有關101股權的談話 是被動回覆媒體詢問 張部長也證實 通話對象是曾明中 否認深喉嚨的質疑 更反咬所謂的金融界餐序 當天受邀出席的客人 名單中就有周玉寇本人 看來深喉嚨究竟是誰 並沒有因為曾明中出面自欺 就消除外界疑慮 接著總統報導 我們剛剛講到 頂星集團兩岸三地 各有各的門神 在台灣滅頂的同時 這個蠻久的政府 跟相關的事發體系 才開始認真真辦相關的案子 否則去年頂星的混流風暴 壓了快一年都還不起訴 那第二波的噁心收水油 可以12天之內就起訴 那台灣社會你就發現了 如果不是輿論鬧大了 這個司法也完全不動作 那台灣社會包含今天蘋果日報 寫了一篇評論說 爛政府的這一個爛門神背後 難道只有中央有門神 難道只有地方有門神 甚至連司法體系 檢調體系都懷疑有門神 我想我們現在 在追究所謂大門神 或小門神的這個同時 我們要抓住一個關鍵 就是現在去追究大門神小門神 真的不是為了選舉 或為了藍綠而鬥 最重要是大家覺得很質疑 怎麼頂星可以做到這麼差這麼爛 可是現在感覺搬不倒塌 滅不了頂 而且屹立不搖 所以我現在我覺得 就我自己在跑技層 我覺得很多民眾 現在有一個聲音是 很多人會問我說 之前農委會跟我們講說 有3.3萬噸的黑油 黑心油流向不明 結果原本月底應該要查出來 結果月底到了 現在已經11月了 10月底應該給答案 結果一句話說什麼 農委會一句話 這個衛福部一句話說 對不起我們查不到 今天是3.3萬噸 您管 今天不是3.3公斤 或3千3 不是是3.3萬噸 這麼多的一個數量 它的流通 不管是現金交易 也有資金流向 50萬以上就受到 洗錢防治法規範 你就算交易 怎麼可能不管要開發票 或現金都查到流向 怎麼到現在一句話說 我們查不到 一比天下紅男士 第二個要講到這個門神 我就想到 在100年12月21號的時候 魏映聰他是擔任 馬無競選後援會的副總會長 我們參加過選舉都知道 像這種市長或總統的大型選舉 或者是立委的這種中央級的選舉 你會擔任後援會的會長或副會長 坦白講 要嘛你在地方上 就是有一定的經濟實力 要嘛你就是這個人的 始終的金主 魏映聰去擔任 這個馬無後援會的會長 他可不是去擔任什麼 民進黨這個參選總統的後援會會長 所以今天這個門神這麼鞏固 我們就質疑嘛 你是不是背後因為有大老闆在撐住 我這個這幾天來在炒一個新聞 就是說這個 屏東縣政府的這個公文這事情 我覺得這不用多講 屏東縣政府這個書詩太明顯了 但是這中間有沒有什麼吊詭 或是說有沒有什麼陷阱 我先不去談 我只談源頭了 10月9號10月9號 我們的衛福部就收到越南代表處的正式公文 這個不是傳言是正式公文 這個正式公文裡面寫得多清楚 他告訴你說 這批外銷的油脂 僅作為飼料用 而且包括什麼 包括牛油 包括椰子油 魚油什麼通通都有 他絕對不是跟你說 只有魚油跟豬油不是 他是告訴你 這批外銷豬油 通通都是做飼料之用 結果10月9號就收到這樣正式的發函 照理講你在第一時間衛福部 就應該緊急發函 說相關的產品趕快全面下架 他不是 他拖了多久 拖了13天 拖了13天這過程中 什麼還行文去彰化線屏東線 我現在不管說彰化是不是門神 屏東是不是門神 你光收到越南正式代表處的正公文 你就應該全面下架 你還去問地方政府幹什麼 你第一時間你要站在民眾的立場 因為民眾現在好像金工之鳥 任何風吹草動都有這個問題 另外我就簡單呼應一下 我覺得這個時候任何人我覺得這個光型姐她剛講 我非常贊成 任何人在這個時候你要去罵屏東線政府也要你罵民進黨 好啦就算有舒適地方有小門神又有舒適 可是今天國民黨是請誰出來罵 像民進黨都是門神一樣 都收人家多少政治現金 A錢不辦事 這些委員幹嘛出來講話 這些委員幹嘛 僅憑著那個數據就出來說 我要質疑我高度質疑 是誰在包庇 我們台灣從上到下 從中央執政到地方執政 從藍到綠 哪一個跟鼎姓衛家沒有關係呢 關係深淺而已嘛 像馬英九2008取得執政權以後 他的這個總統府秘書長詹春柏 彰化在地人嘛 跟鼎姓衛家也不是不認識 吳伯雄 對不對 他在中國大陸福建 辦了一個什麼客家人的什麼客家樓 當時要同行的 也有這個鼎姓 而且兩個在 溫英交文溫英聰都在 那你如果再往深度去講 吳敦義也認識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包括吳敦義 包括那個吳伯雄 他有一次在這個 韓正來台的時候 他還把101 整個點燈 迎接韓正 然後你去solo一下 魏佳仁也在 當然其他包括其他的台商也在 大咖的也都在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頂心出包了 大家閃一邊 好 最好你不要講到我 那剛剛林冠問我 這個吳子佳 講10億 馬英哥拖了多久 對 還三不五十次跟他講說 哎呀 你要道歉 你要道歉 不然我告啊 就吳子佳說 你說謊 那你說 你說 這個不是10億 周玉哥也說5億啊 你怎麼不告 那不是10億 不是5億 環球到底有沒有告吳子佳 告了 告了 我跟你講 禮拜五就最後通牒嘛 那不是10億不是5億 難道一毛錢沒有嗎 如果就算頂心沒有 那你試一試可以選個總統嗎 這大家不相信的嘛 然後這個時報系 他們去調所有的監察院的資料 不是現在沒有辦法什麼 用網路 你就必須一比一比在那邊比對 你國民黨有人拿過他一毛錢 沒有在帳面上面有 現在變成說他大骨刀能帥 那個字應該念綠 有人就這樣 能綠 他說那個字念綠 我們就講能帥 沒有頂帥能帥 現在要換頂帥 能帥的這個魏家接手 我告訴你 能帥的董家 對董家 就是佳能的那個 董璇松跟 董炯熙跟這個董炯熊 二代公子 現在等著接班 你知道嗎 頂心裡面有個大股東 叫伊藤宗 伊藤宗跟董家 是有姻親關係的 對 然後他們是讀 早稻田大學 也培養 這個所謂董家二代 不是 也培養頂心的二代 這個 去日本 去日本去留學 所以伊藤宗也是 頂心為家的重要合夥夥伴 對 為什麼這麼熟 同家之好 那我現在要講 朱立倫 你說那時候的地幕變更 是周習偉是嗎 不是 你去查查看 我即將我要求證 但是可以證得的 頂心的二代 對 跟董家的二代很好 董家的二代 又跟連勝文很好 那我們去查官夫人 我現在保留 因為我們必須要有證據 董家的官夫人 跟你們哪個政治人物的官夫人 有同家之好 哦 OK 跟你們不只一個的官夫人 哪一個有同家之好 嗯 這個在查 我在查 我請立法委員幫助我 而且我要再次強調 天底下地幕變更 可以三四個月立刻 這個過關 這顯然都傳好喬好 他為什麼要 我們廣告之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放 讓我們掩蓋一下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再過二十六天就要選舉投票了 台灣社會 見識到頂心的是什麼 是神通廣大 第一個 他的門神橫跨各種顏色 中國大陸到現在都還沒有查 康師傅 楊正利說他每年輸出 中國大陸的噁心毒油 是台灣的十倍以上 老共說不查就不查 所以康師傅有沒有門神 有 紅色的 在台灣呢 藍綠都有門神 藍綠的門神包含兩個層次 工廠是一個層次 然後呢 食品以外的事業是另外一個層次 工廠的城市我們來推啊 诶 屏東也造他 彰化也造他 顯然藍綠都造他 食品以外的行業 包含101的經營權 那個有財政部的力量 那個有官股的力量 可是呢 他們在衛權三重的土地開發案 這個是新北市 新北市又有別於他工廠的所在地 彰化跟屏東 顯然頂心集團 在新北市也有人造他 對 我覺得平行為論 屏東現在這個門神裡面還稱不上 它是個樓羅 小門神 它算樓羅型的 小圍式 圍式的 跑腿的 真正的門神 我們可以看在中央政府一定有 第二個這個案子是離譜 我們自己在地方 當了25年的民意代表 像地幕變更這種事情 對 不可能 不可能三四個月那麼快 那不可能的事情 我必須要說今天朱 假設是朱立倫 在他任內所做的這個案子 那感謝 連勝文今天把你當子彈 因為大家目標打在連勝文身上 你將來要 不管是2016或未來 這個案子 如果是你做的 你就等著坦白講 接受大家的檢驗 我問你啦 就你的經驗啦 你一定有很多選民 找你陳情想要地幕變更嘛 要搞一個地幕變更 一般的行政流程跟時間流程 就你的經驗要搞多久 林管我跟大家講 我們在座都知道的 中華體育館 都知道那個案子 他是鑄商用地 就是鑄商 他本來閉幕就是鑄商 當時是那個中泰賓館 他們建了一個體育館 給大家來使用 後來洪源在民國76年燒掉了 燒掉之後呢 就到現在還是一堆垃圾 他想要改建嗎 改建 他的意思是說 而且他這塊土地將來鑄商 不管蓋任何東西 將來他的收益 都必須全數用作公益 在政府的監督之下 各位知道嗎 這塊土地 光都省環平八年 動不了 環平平八年 都省 還沒環平八年 都省喔 所以我說小省當年金華城 被卡到白的頭髮 何情何理 他當時是唐龍鐵工廠的土地 要把它一個工業用地 跟這個一樣 要變成所謂的商業用地 那商業用地他當時不但捐地 還有一個偶戲博物館 小省喔 從吳伯雄 黃大洲 到了陳水扁 那現在當他要去變更 到目前為止 連都省都排不上 我今天講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到底如何神通廣大 他可以七月份成交 然後十一月呢 他地方政府就給他地幕變更 而且他溢價了百分之三十幾 就代表他自己知道 他有這個把握 否則人家不會買這種工山的用地 因為工山用地本身住戶要貸款很難 他連賣 蓋成工業住宅 這樣貸款都很困難 而且他這個案子最離譜 各位喔 大家瞭解 他把他的百分之三十回饋 是用作公園立地 對 坦白講 那公園就變成 表面上我去百分之三十 他讓他住宅加值 大安森林公園第一排 絕對比旁邊貴港貝 他應該怎麼做呢 台北市我們就要求怎麼做 你那百分之三十回饋的 不能做公園 也不能做立地 那什麼 你做合一宅嘛 你這個合一宅就把它壓下去了 今天台北市 可是我打個岔 他這裡就是要變成 新北市的地標豪宅 他如果蓋一個合一宅 燙燙燙不然就打壞自己的行情 所以這裡面 就跟空腫那塊地 在地堡旁邊 他不可能不肯蓋合一宅一樣 對 當時本來要蓋合一宅 就是因為他從合一宅出現 地堡馬上房價下落 所以整個都有錢在操盤 表面上我們捐了百分之三十 跟你做公園立地還有廣場 其實最後就變成 當年早期的開放空間 最後就變成私人的庭園 然後他的土地表面上捐三十 可是他增值會超過百分之百 他變成大安森林公園 變成公園立地的第一排 所以如果要遏止這種 我覺得朱立倫必須 你不可能跑得掉 如果是你變更的話 就如同我們在台北市提出來的 像台泥在巴德路也有工廠 像南港那邊也有很多工廠 都是要求 如果你回饋的土地 三十趴也好四十趴也好 將來吊蓋何一載 這對很多今天的無隔窩牛 就是一個福音 否則你今天表面上 我覺得三十趴綠地 我覺得十趴的廣場 到最後增值不是三十趴 不是四十趴 可能百分之百的增值 所以對於這一點來講 我覺得朱立倫 你必須要說清楚講明 如果是你的話 好 我們稍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今天要請看的節目現場 8號 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103年11月3號 我們看到再過26天 這個甲午年年底 選戰就要這個決議死戰了 然後雙文之間 連勝文這個週末說 他是釋迦摩尼佛 我彌陀佛出來解救眾生 而且同一時間 連勝文的這個夫人牌 果然很有用 蔡伊山出來 很多婆婆媽媽都說 哎呦 好可愛 好漂亮 現在看起來真的是夫人 要來尬人氣 可是雙文之間的選戰 不是只有聯名有新聞 柯文哲又講話了 柯文哲說他一定會當選 解救台灣 解救政治 這種話多講一點 恐怕這個得票率都要掉票 台灣社會看到這一場選舉 不只是國民黨內 有一個龐大的崩盤跟瓦解的壓力 那雙文之間呢 這一個選情 仍然是非常的緊繃 而且呢搶救聖文大作戰呢 現在夫人牌出來 槍擊案的危機牌也都出來了 這場選戰背後還有多少 不會人知的故事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不好 劉雄熊同學好 好 大家好 好 再來是莊雷熊同學 大家好 張斯剛同學 大家好 好 楊世秋同學 大家平安喜樂 好 再來是何柏文 大家好 再來光晴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剛剛講很妙 雙文真的有的時候呢 一見版面喔 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 我都看不懂啦 今天呢 雙文有兩個頭的這個新聞喔 看起來恐怕都要丟票的 柯文哲是直接嗆說他一定會當選 很少看到還有二十多天要投票 就這麼嗆的 那連勝文呢也很猛啊 怎麼會有人自己形容自己是 釋迦摩尼佛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連勝文忙著趕場 連話都來不及說 畢竟選戰打到現在 民調依然落後 他也只好大打告急文宣 首先就要解釋自己的權貴出身 以釋迦摩尼來類比自己 同樣權貴出身也可以做好事 但傳統信仰的信徒聽了反應兩極 因為他們文宣的那個人 不懂的佛法才會講這種話 懂的人他不敢講他是釋迦摩尼 釋迦摩尼佛就要把他 他連王子的身份財寶都不要了 他能做得到嘛 他們家那麼有錢 他做得到再稱釋迦摩尼 網路上PTT也是批評一片 有人嗆怜佛祖出家 修行幾年你在家爽玩就想當市長 或說我佛可沒全身名牌 開名車跑趴追明星 還有人質疑 釋迦摩尼可是沒有鑄地堡 人家自己脫波畫園 連對手柯文哲都對這樣的說法 語帶保留 柯文哲 你以後遇到很難回答的問題 或說你不想回答 你就說阿彌陀 我彌陀佛 我說我昨天就看一下說 像你問我這個題目 我想說阿彌陀佛 我想我是一個凡人 我不可能跟這些偉大的神秘比 但是我就可以效法這些 這些先賢的精神 就是說不論自己的出身如何 就積極的來為這個世界 我們為這個社會來服務 柯文哲四兩拨千斤 畢竟網路上供給已經夠激烈 但文宣連連出包 恐怕也讓連勝文傷透腦筋 記者綜合報導 好光晴 再過二十六天就要投票了 這個週末呢 雙文要大辯論 那很多人預測 雙文話越多搞不好 票丟的越多 果不其然啊 這個連勝文說他是世家模擬 柯文哲說他一定會當選 這兩個標題都擺明了 要拿出來丟票的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還看不懂 什麼連世家模擬都 是個打選戰 那果然 再看了兩三次 結果是連勝文自己這樣講 因為世家模擬 以我這個有限的知識 應該是富家子出身的 王子 王子 然後那個王子出來 然後後來普渡眾生 那所以連勝文的意思是說 他也是跟世家模擬 就等於世家模擬上身 你們大家不要選我 不要選我是連家的王子 也不要選我這個 有錢的這個身份 我出來以後 我就可以化身世家模擬佛啊 我是一身佛 可以普渡你們台北市的眾生 所以選我選我選我 他的意思是這樣 然後呢 當然連勝文他說了什麼 這個其他人一定會去問柯文哲 柯文哲有趣啦 柯文哲以前也自己臭皮啦 對 說自己是死懷者啦 對不對 那等到聽到有人 把這個世家模擬搬出來的時候 他雙手和食 就說阿彌陀佛啦 好 這個選戰打到這邊為止 我們都已經不知道是幹什麼了 如果台北市市政 是可以請出一家世家模擬佛 那我也要請耶穌上帝出來啦 大家各拜各的神啦 這樣台北市就可以變得明天會更好 那真的這個選戰太好打了 那現在呢 比較我們講一點實體的 藍營寄望兩張牌 一張就是發一千塊錢給這個里長 希望他們能夠動員 這個所謂的台商回來投票 他們說藍綠皆有啊 但是我們都知道 台商頂多綠營大概兩三成 兩成多一點 然後藍營呢 如果能夠發動七成的台商回來 票從連勝文的話 那他勝算會比較增加 然後呢 許姓良也在幫柯文哲呼籲說 青年人啊 趕快出來投票 他有一套這個算法啦 那因為很複雜 我簡單來講 他算出來的結果是說 只要年輕人出來投票的話 柯文哲一定贏 那你看今天報紙又來了 又在鞏固軍公教鐵票了 台北市這招是有用的 啊趕快講說 我們趕快發年終問問金啊 趕快發年終問問金 所以這場選戰呢 藍營還想是利用過去 舊有的美好時光 想要舊有的打法 製造藍綠對決 包括鼎星案 現在已經變成藍綠對決 這後面有濃濃的 政黨操作的痕跡 真的 中瑞熊同學你怎麼看喔 這個週末呢 這個夫人都出來了 蔡依山其實喔 從這個天母的市東市場 出來掃街拜票 隔一天又到這個秦光市場 這個都是台北市典型的老市場 而且都是知名的傳統市場 但是同一時間啊 他老公講的話 他老公說 釋迦摩弗尼亞 這個阿彌陀佛啊 選舉的人都會到處拜 最怕是拜到最後 把自己當成那一尊神祕 那個就最糟糕了 在台北市 我覺得 我這邊也 楊石秀也是台北市議員 台北市我就搞不懂 哪一個地方 有在拜那個釋迦摩弗尼佛 就很少 我們怎麼拜喔 對 台北也是 行天公是官聖帝君 官聖帝君 然後馬祖廟很多 執藥公是馬祖廟 基層在拜喔 你拜到的就是 馬祖啦 官公啦 土地公 土地公爺啦 因為你這邊不像我屏東那個海線 一路大家都是魚米嘛 都是一些王爺千歲 都是那一些 或者媽祖 就這三個 台北市你怎麼想 怎麼會拜到釋迦摩弗尼佛 所以我一般台北市民 他就會覺得 釋迦摩弗尼佛 你現在說釋迦摩弗尼佛 有一個人比較像 連那個星雲大師啊 他都不敢講他說 我是釋迦摩弗尼佛 所以怎麼會連聖委一跳那個位階 跳得太高 就讓我會覺得 我相信台北市民也會覺得 你來 本年是你這樣拜而已 拜到最後 你現在算得很危險 你要坐下來叫我拜這樣 拜拜之後 嚇你拜 嚇你學歇 嚇你票 這個會 這個讓台北市民會覺得 你現在是在算在家裡 會看不到你知道嗎 但是你仔細把它想 他可能要傳達一個 釋迦摩弗尼佛 以前是王子 我在連家 連家在台灣 說一個王子 稱呼為王爺 貝勒爺 也不為過吧 所以可能再做一個對比 但問題是這樣一個對比 是人家要看你下面 你要講些什麼 對 好像是說 我捨棄了些什麼 問題是 連聖委員好像也沒有捨棄了些什麼 有啊 搬出地堡啦 搬出地堡 你也可以講說 你看我現在搬出地堡啦 我現在那個紅酒也不喝啦 其他的什麼 玩Playerball也被人指控那個 我全部都不要了 可是問題是說 這樣子 在台北市裡面 我很想去計算 我剛剛第一句話為什麼講說 我在台北市行 比較少拜到釋迦摩尼佛 要尊稱你拜哪一尊的 你要先去算計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你們會這樣算計 開什麼玩笑 你們不是逢廟都拜嗎 我的意思是說 土太公的譜你也要 媽祖婆的譜你也要 官聖帝君的譜你也要 就因為你每一尊神明你都去拜 所以你才不敢講說 我是屬於哪一尊的 你基督教系統的 基督教系統的 像我不是基督教系統的 我就不敢被楊石秋搶那一塊 那他就是基督教的 那一塊都姓旺愛的 那一塊就楊石秋的 大家會知道你知道嗎 像我們在北投像 官渡公也好 士林媽祖也好 媽祖廟 我們出來就很愛跟媽祖連結 很喜歡跟土地公做一個連結 就是拜媽祖廟大的 我們都拜媽祖的 我們都拜祖禮公的 你想喔 真的喔 我身上是現在 沒有 他真的姓媽祖 這也不是故意的喔 他好幾次秀給我看他的隨身 護身符 真的 這個都真的耶 真的 而且你看 他口袋拿出來裝這麼舊的 你就知道 就在哪一尊廟出來 這哪尊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任何政治人物他在 拜這個神明的時候 他不敢去愉悅他自己的 信仰的範圍之外 對 媽祖的媽祖的 託你講的託你講的 託你講的 我不敢跟楊祖廟說 我弟弟的 不是說我是耶穌基督的 從來不會去講這個 從來我也沒有聽說過 連聖文是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 連聖文是基督徒喔 對 他跟我講他是基督徒 那怎麼會扯到釋迦摩尼佛 所以我也很奇怪 你去看喔 你看李登輝先總統喔 我們那個老總統 他是犯聖經的基督的 他喔 到廟裡面去喔 他不拜他就不拜 他不拿香 他不拿就是不拿 他會獻花 他會認為我是屬於 我的信仰是屬於哪裡的 對 這樣子我會覺得 會去弄笑 第一 連聖文這樣會去弄笑 第一 把自己的基督徒 我覺得抬得太高一點 你選舉你沒來拜就很好了 什麼你跟他拆 我說我都沒來拜拜人 請問你來拜我來 我才叫斯嘉莫立峰 這個我會覺得這樣真的 是這樣的一個操作手法 會得到些什麼 所以這一場選舉裡面 我會覺得連聖文有一些 犯了選舉上的一個大忌諱 這個楊世秋同學 你剛剛講我才知道他是基督徒 對 我覺得當然這是 我第一個要強調 我自己是基督徒 OK 水熊是拜馬祖的 我們基本上相信所有宗教 在台灣都是有利平等 而且宗教信仰自由 但是我覺得最 對連聖文來講 他會比較辛苦的是 上個禮拜他還參加了 教會的聯合的祈禱會 對 他還希望上帝給他一條道路 今天他又變成這個 釋迦摩依佛 我想當然了 以中華民國目前的宗教來講 道教的系統是很多 像環神帝君的 馬祖的 土地公 或是玄天上帝這類的 但佛教系統坦白講也不少 像我們都知道 慈濟這一塊 佛光山這一塊 這是屬於佛教系統 他可能想拉慈濟啦 或者是這一塊 但是當然 大家知道 釋迦摩尼佛 佛教基本的精神 就是三法印嘛 從我們對佛教 一個最基本的了解 他的三法印 諸法無常 諸相無我 到涅槃極境 大概認為說 過去大家 那些對我的一個認識 或大家對我的一些法則 其實都是會變動的 然後我過去給大家的那種形象 其實也不一定要太固定住 反而你們平行近期的 說不定能看到我真實的一面 這是我替他解釋 我不知道他 是不是知道三法印 但我想 起碼他當然 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我們過去很多候選人 逢妙必敗 就像剛才水雄有講到 李登輝總統 他基本上他也造拜 但他堅持一個基督主 他不拿香 但我尊重你的信仰 我用獻花的方式來取代 所以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希望連聖文 上禮拜去了基督教的一個 早餐會的祈禱會 那這個禮拜天 他又說 他是釋迦牟尼佛 其實我覺得 在任何候選的過程當中 去透過宗教的信仰 去爭取選票 都是天經地義 但是如果講話 如果稍微 可是這要有分寸 超過了一種程度的話 你不能見到媽祖 就說我是媽祖 照顧大人 我是媽祖的客人 然後見到基督 就說上帝要照顧我 上帝愛我 就說這個其實 還有說話的分寸 到最後可能想討好所有人 結果很可能會變成 所有人都不討好 這是一個他必須要留意的事情 好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你們 在下面看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選舉 再過26天就要投票 現在國民黨內告急 告急要搶救 這個國民黨大作戰 其中一個重要搶救的重點是 連勝文在台北市的選情 那這個這兩天我們除了看到 連勝文自己的行程出來 老婆呢少一些傳統市場 同時呢當初的槍擊案的案情呢 也終於又浮上檯面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蔡一山高人性出席市議員造勢場合 受到支持者熱烈歡迎 只不過幫市議員候選人站台 蔡一山似乎僅此一場 洪廷當過我先生的特助嘛 所以他也幫過我很多忙 像我出席公益活動 洪廷都幫了我 所以謝謝 人氣很高 會不會也考慮 其他市議員候選人的邀約也去拜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受訪 謝謝 南傑議題助理出面 化解蔡一山尷尬處境 隨著台北市長選情緊繃 連柯正宜陸續打出夫人牌 蔡一山現身掃街 反應好的出乎意料 藍營市議員不僅想找連勝文站台 更直接點名蔡一山 兩個都歡迎 蔡一山更歡迎 蔡一山比較廣角 那我因為我老人票比較少 如果連勝文來可以聚焦 可以拉抬我們中老年人 我中老年人的票 那蔡一山是年輕到年老 男生女生都通殺了 這個蔡一山大家看到 她這個氣質非常的典雅 也不多言也不多語 再加上她的外型屬於青唇型的 就講這個人站出去 她本來就是吸睛的焦點 少街輔選看得出來 對蔡一山來說既陌生又不習慣 但未來面對其他來贏候選人的熱情邀約 蔡一山可能會承受比扶選敗票更大的人情壓力 記者中央報導 劉雄同學我們看到夫人出來了 然後告擊牌槍擊案都出來 釋迦摩尼也出來了 他拉甄主還沒出來 Salamualaikum 這下意數 甄主是你平安 我覺得這次選舉 就像您剛剛講的去經典的話 辯論賽 不是在辯學講得多了不起 而是誰可以吐誰少一點 這個犯錯越少的人 這次才會當選台北市市場 那這個文宣顯然會引起這麼大討論 就是說你除了消費中華民國 消費國旗 學新黨對不對 你說那個某個人在台灣說 中華民國是1912年那個中華民國 當然啦 可是你跑大陸去你說一國兩制 你把他佩校 你這個什麼黨啊對不對 我沒有說什麼黨 消費中華民國 消費國旗 就現在你還消費這個 釋迦摩尼佛 嚇死人 真的 像最後你會不會消費我們中華民國 全體的投票的人 這可能是我最擔心的 所以這個文宣害了 應該說至少有一點點害到連勝文 不過我相信不是連勝文的本意 不過連勝文兄 你還是忘掉權貴沒有什麼恥辱 為什麼你要解釋權貴 一定要把釋迦摩尼佛拿下來 釋迦摩尼佛是放棄所有他的一切 你要不要現在今天開始宣布 連導播什麼都放棄你願意嗎 不可能 那這兩天我們看到蔡依山出來 蔡依山有加分嗎 一定會有加分 但是加多少我不曉得了 對不對 至少但是他以前的那個 那一百萬的轟趴 蔡依山那些事情 還是會讓大家記得很清楚 當然千萬不要怪蔡依山 就是說在那個環境生存的人 跟我們這種環境生存的人 或者說另外一群環境生存的人 想法都不會一樣的 勉強要拉在一起其實很痛苦 所以我還是一句話 其實連勝文那一槍 把連家過去所有的福氣都用完了 他真的要積德了 可是現在講這個 為什麼 他已經參選了 不然我會問你說 你憑什麼要選市長 我不是說你年紀絕對不夠 我是說你這個時候要去積德 不是來搶這個職位嘛 你就讓給丁守中 不是今天大家都可以拍手 大家回家睡覺不要忙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沒有積德 我覺得會損到你的後面的事情 這次連勝文 比你說自己是什麼 釋迦牟尼佛 他這個想法我也尊重 可是他顯然沒有尊重到佛教徒 或這個佛教的感受 因為釋迦牟尼王子 他是真的王子 他從小錦衣玉食 而且他爸爸給他看的都是美女 都是好的景色 所以他不知道世間有生老病死痛苦 那有一天他出城去的時候 發現說不對啊 原來人有生老病死很痛苦 然後他回去之後 決定要苦修 在菩提樹下正道開悟 之後他真的是普渡眾生 去宣揚他的這個理念 然後希望大家了脫輪迴 可是我今天請教大家 當時釋迦牟尼佛 他是王子的時候 他是放棄一切 他是真的就走入民間 可是今天我們看到 連勝文 他走入民間是什麼 他是要選市長 是working state 沒有選市長 我認為也是一種犧牲奉獻 如果他真的那個心 真的是為大家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種犧牲 因為要犧牲家庭生活 可是他給大家感受到的是 他那個權貴的氣息 他有放棄嗎 一直到現在過去 大家一直質疑說 你有這個這個 什麼金位的股票 DDR這些東西 你有放棄嗎 這個富人投資 你有放棄嗎 你有真正放棄你權貴的生活嗎 你真的跟庶民在一起 working state大家感受不到 所以我覺得 最後這關鍵的 這個26天 我認為 蔡一山出來 當然 只要是打美女牌出來 是夫人牌出來 而且氣質又不錯 一定會有加分 但是重點是 到最後民眾還是會問啊 是蔡一山要做起定 還是連勝文要做起定 重點還是在連勝文身上 我想這個第一個啦 就是 當然連勝文 當然不可能去自己去 自比為釋迦莫妮佛啦 他大家其實候選人 在談一些宗教問題的時候 就希望效法這些宗教人物 去奉獻的精神啦 所以今天著重的是奉獻的精神 那有些媒體喜歡端章取義 喜歡把這些話解出來 在過去十幾月裡面 層租不窮 我想這只是 又是個其中一 他只是希望 就一個奉獻的精神 為民眾服務的精神 這總比另外一個 柯文哲 他說他 他昨天說他一定當選 我很少看到 候選人對自己啊 還有26天投票 這麼有自信 他一定當選 馬英九2008年也不敢講這個話 都不敢當選啊 而且馬英九2008年 我記得他贏了快兩百萬票 是啊超過兩百萬 那就是說那個時候 真的覺得躺著都當選 但是從來不敢講這句話 所有人都覺得他躺著都當選 可是他本人不敢講 從來不敢講 然後馬英九在連任 市長連任那一次 外界其實也是很看好嘛 但他從不敢講 他會贏多少票 從不敢講說他一定會贏 所以我覺得候選人 這個政治人物 謙卑學習 是一個最基本的要點 他連任我們坦白講 他不如另外一個候選人 認為他是全台灣最聰明 最用功的人 然後也不會說 在這個全投票 還有26天的時候 就很自大驕傲的說 我一定當選 然後告訴大家說 趕快西瓜往我這邊靠 趕快草往我這邊倒 那我覺得這兩個人物 相較之下 我們是不是要選一個對於未來 能夠謙卑反省 然後能夠確定目標的一個候選人 幫大家能夠為台北市再往前走 再進一步力量 那在過去裡面 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 看到媒體對這兩位候選人 也是很 不是很一致 你像柯文哲上禮拜五 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政策 叫做在人行道上面種蔬菜 這人行道上面種蔬菜的政策 對不起打個岔 包括本人都沒有看到這個政策 因為媒體幾乎都沒報版 真的 看得出來 其實過去十個月裡面 其實主要媒體 一些特定媒體 對兩候選不一樣 連勝文現在這場選舉 是跟媒體在選嗎 對 其實連勝文 他也請了所謂的媒體名嘴 去幫他做了一些特訊 那這個特訊其實 就跟廣告主要幫他包裝 這個商品 其實本身是有難度的 所以我們沒有看到說 是民主委跟他上了課 然後他才有釋迦摩尼佛嗎 這種東西不是可以交來的 是說交不會 第二個 其實在他用了蔡振元以後 這個內部 且不論說有怎麼樣鬧內訌 蔡振元的意思是說 未來大家要統一口徑 就是說 不是說你要提什麼政策 你彰一下 你自己就出去了 可是呢我們到現在為止 感覺上 連勝文的腳步還是紛亂 第三個我最近 這個幾天聽到一個訊息 說這個 因為連勝文的陣營 選的實在是人馬砸踏 這個李德維都沒有辦法 進到核心 所以選得太亂了 也選得太爛了 所以馬英九 所代表黨中央的勢力 想要去全盤去接手 那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勢力進去的話 那可能比這個老爺幫跟公子幫 或是少爺幫 那種所謂的分崩靈犀的情況 跟互相排解情況可能就更嚴重 那我們的第四個我們指標是看在哪裡 我們指標是看在還是禮拜五的這個電視辯論 我想是這個兩咖 他們終於在電視機前面這個曝光 然後好好的去講自己證件 因為他交叉結問的這個比例非常少 所以你一定會聽到連勝文他去講12年國教 你一定會聽到他去講那AIT那塊土地 他怎麼弄來要做公營住宅 什麼那個所謂的一個住宅政策 青年好宅的一個政策 那這個部分呢 可惜沒有交叉結問 因為我常常去講這個部分就是 那這個柯文哲說要五萬戶 可是事實上他是打空包彈 他沒有一個土地說 像連勝文這樣說 我已經選擇哪幾個地方 你不管成不成 但是這個部分他是限於空包彈 那你五萬坪怎麼算出來的 而且你用誰做你的政策總舵手 前經濟會副主委這個張景森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你們為什麼打空包彈 我聽他們幕僚講說是因為 怕講一個像連勝文這樣 講一個被罵一個 那你一兵那你是不是後面要幫財團 那我打得唱 如果你講都會被罵你如何執行 被罵還只是第一步 被罵至少你還攤在陽光下 對真正的執行 搞不好就開始抗議抗爭起來了 對 你連罵都頂不住的話你如何執行 而且你真的你問我媒體 我是覺得媒體在這個力道上比例上面 的確是有對這個柯文哲有某些時候輕輕放下 如果我們用同樣的標準 對 檢視我們全民抵制這個黑心油的力道 那在他一反國他放一個炮 沒有人討論啊 柯文哲怎麼講 只要有我們這種行為的 我們就是情緒化 我們就是獵女巫的行動 你知道該檢討欸 那現在你對於現在這個 我們的最高張局 國民黨執政下馬英九 他們一再的掩護這個頂心 到現在我們黑心油吃了安年了 對不對 那或者是評論這件事情 你不是這個大炮王嗎 你也來評論評論嘛 我們不應該監督這個執政者嗎 我們不應該去列這個 我們的官員的 他們才是女巫最大女巫 我們不應該去列這個 最大的巫頂心的黑心油王嗎 這個哪有什麼錯 那你這個講那些風涼話 而且把自己放在一個自高點 你才是施加謀妮佛咧 你把自己好像放到高高在上說 你們這些人我跟你們不一樣 你們通通在列女巫 所以我今天才有這個機會 我第一次在電視上 好好的講這件事情 能偷嗎 那有人討論嗎 其實並沒有 好 我們稍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什麼現場 回到年代下面看前面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再過26天就要選舉投票了 然後雙文這個週末要辯論 不過很多人期待 辯論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 到底是增加票還是減少丟票 這個連雙文這幾天出包自比 釋迦摩尼 那柯文哲也一樣 柯文哲竟然會在26天後 才要選舉投票的當下 就直接講我一定會當選解救台灣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動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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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舞奇彩顏色奇字 象徵打破藍綠對立 台北後援會正式成立 柯文哲有信心甚至跨海扣一定會當選 我想不會有一個候選人說我們一定會漏選 對不對 我們一定會當選 這是一種宣誓性的口號 不過我們還是很誠懇很認真的繼續在努力 不怕流失藍營選票 接近兩天柯P展現超高企圖心 鎖定手投足 但柯辦判拿下六成青年票 柯文哲似乎狀況外 要拿下多少票 柯文哲不敢預估 但首先難題 則是面對聯科第一場辯論 柯P竟然還沒準備好 我們是要什麼時候開始準備辯論 我說這個時間真的要擠一些出來 還沒啦 其實我們都還沒開始正式訓練 只有一些題目 只有一些題目有大致模擬了一下 自己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心急 畢竟畢便倒數四天 柯P起步已經比聯勝文慢了點 但不論是誰都想拿下第一勝 為選舉衝刺加分 記者綜合報導 好 中文雄同學我們來看 柯文哲再過二十六天要投票 他好厲害 他說他一定會當選 柯文哲講這個話 我的解讀跟各位可能會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這人說一概會不會 因為他可能這樣想 你們每一次發布這麼多民調 我一路上都領先 如果看好杜靜 你知道我明明都贏那麼多 你們又不看好我 這就覺得怪 所以他好像也有信心喊話 我一定會當選 要支持他的人 不要走 繼續這樣就對了 可是剛剛他到底有沒有講說 解救台灣這句話 我不知道 如果他這樣講的話我會覺得 你贏了 但是如果你做到代表選領 你今天就能解救台灣嗎 所以我會覺得他這個也有一點跳通 所以這一場選舉裡面 大家在想說 如果到底要他們辯論 到底會激變出什麼樣的火花 你說是不是兩個人之間會鬧出很多的笑話 我一點都不覺得他們會鬧出笑話 了不起只是說 跟以前傳統的辯論方式會不太一樣 不要說這一次柯文哲選的跟一般人不一樣 我看連勝文選的跟以前不太一樣 只是現在他變成突然又回到正規的 以前國民黨的一個選舉 不然這場選舉一下來 我看最不一致的是誰 連勝文 他那個不一致我也不批評他 因為他這個身份很特殊 你看外在的環境 為什麼大家連勝文覺得對他很不公平 第一個外在環境 他會認為 做得不好是你別人叫做得不好 不是我連勝文做得不好 我以前就跟你做切割 我也跟他反對馬英九人生在一起 我也覺得他不好 所以去批評他大明王朝 或批評他很多馬英九的施政 那內在環境裡面 你注意再去把他看 談到內在 連國民黨或者說 這樣一話自己都跳出來講 郝酸林你自己的組織 那個才是最重點 最主要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會覺得 外在本來就對連勝文不利 那內在本身他自己個人 國民黨本身又對他又不太 似乎不太認同 所以你說叫他怎麼會好選 柯文哲一路走來 我反而覺得 大家對他的批評如一 這也有一個好處 柯文哲如果說 從頭到尾你就嫁得很厲害 後來變成這個型 覺得說 他會這麼臭 你會覺得說 這個人很討厭 變成是他一路不喜歡他的人 你討厭 你不喜歡他 不喜歡他 他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反而覺得說 他們兩個去辯論以後 也許會很多笑點 但是你說會辯論 突槌很大的槌 我覺得也不會 你說丁守中 大家認為人家丁守中 一下來的話 這一場戲就沒得演了 也未必啊 台北市民可能這次會覺得說 以前大家中規中矩啊 那這一次看到 兩個看起來有一點 無理頭 以前都不一樣耶 這個我們怎麼樣去定性他 其實還25天的時間就知道了 真的嗎 劉雄同學 25天之後 柯文哲一定當選嗎 如果以現在來講 你說他不當選的機會太小了 包括你說連大陸那邊的那種 智庫型的人來 也都說大勢理定嘛 連台中級講 那這個最大原因是什麼 如果台北也會落選 台中會落選 那什麼原因 說馬英九要辭職啊 馬英九要辭黨主席 辭總統啊 對啊 一辭以謝黨國 不用死了 一辭以謝黨國 辭辭辭 嚴盛文你現在告訴我說 嚴盛文真的憑什麼要選市長 那一樣情況 你說柯文哲現在到底有沒有拿出 像剛才說 那個要種菜 那個 這個還不嚴重 還不嚴重 當時有人講說 總統府前面那兩個廣場 應該還種水稻 結果馬英九還說 這應該可以考慮 更是沒有空的 我們現在都一場空 這幾年來 從陳水扁選總統當上以後 一場空 什麼原因 就因為宋楚瑜沒當選嘛 好不好 講到這裡就好了 我個人認為啊 其實 連勝文目前以民調看來是很辛苦 但是我認為有三個方式 應該有扭轉的機會 我不認為現在這場辯論會影響到多大 但我 真的建議勝文老帝下一次的辯論 可以要求 那路洪光源 這就大概有利了 1992年各位還記不記得 當時的現任總統老布希 輸掉那場選舉 不是因為柯林頓有多強 是因為當時有個 他是跟小布希幾乎票員一樣重疊的 而且他們兩個都 他是比老布希當時的共和黨 還要擠右派 類似Tee Party 就三個一起上辯論 結果到最後 老布希才會輸掉現任總統 所以你認為洪光源 我認為進來的話 假設這三個人來選的話 他吃的就是柯的票 我直接從一個大方向來看 第二個 你這個蠻有道理的 因為這是1992年 當時發生在現任總統老布希落選 就是因為Ross Perro 他就一直打老布希 就徹約面來講 這是一個唯一的方向 坦白講兩個變來變去 其實你們過去犯的錯誤 過去有的成就 大家都非親自肚明的 洪光源可以拉柯批的票 第二個 我認為他現在可以要做的就是 在目前的過程當中 真的 我還是要強調 你也回去要跟聖文講 我今天還是要強調 你每打一次廣告 你的選票就會減少 坦白講 就幫別人創造鈔票 我們必須要了解 你在二月份 你在圓環講說 我不再領任何市長的薪水 人家可以相信你 你當義工 我不領薪水 可是你每一次廣告 人家就會懷疑 尤其台北市民 你花了幾千萬上億的競選經費 難道只是追求一個 為民的服務的機會 而且全從哪裡來 然後即使是有人捐錢 請問捐錢的人 會不會想要你將來回饋他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不解決 坦白講廣告打得越多 只是當別人 我說的不客氣點 可能變成別人提款機 而到最後你的選票不會增加 所以怎麼做呢 第三個可以做的就是 我正在這裡建議你 你必須上所有的call in節目 讓那些名嘴來 跟你對抗 不管你最討厭的張三還是李氏 我們想想看喔 美國歷史上有一個記者 叫Helen Thomas 她在美國歷史上 大概空前絕後一個女記者 她當了50年的白宮記者 Helen Thomas 她的綽號叫動牛犬 美國白宮 在小布希任內 還特別給了她一個位子 上面寫Helen Thomas專屬 她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她退休將近90歲 她從1961年做到2010年 她跨了六個總統 後來人家發現 她某種程度幫了總統解圍 當總統每一次面臨個困境的時候 Helen Thomas會用非常尖銳 甚至有一點刻薄的誓言去質詢總統 到最後的結果 人家反而同情的總統 所以這Helen Thomas 當年扮演的角色 她扮演壞人 她扮演壞人 那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聖文就會變好人 Helen Thomas 或者會得到同情票 而且她永遠 她是最後一個發問 所以每一次就是 Thank you Mr. President 由她來做結束 我覺得今天很多名嘴 你認為她講話很尖酸 或是很不得當 你做錯了 對不起 我道歉 剛才張三 理事講的話是我的錯 另外一個 對 某種程度她等於做球給你接 對 但如果她講的不是事實 或是誇大其詞 各位 Helen Thomas 當時有人就問她 你為什麼講話這麼粗魯 她說在記者的詢問裡面 沒有粗魯 可是事實上 人家後來在她退休之後 她去年7月才過世 93歲死的 人家才發現 為什麼每一個總統 最後的問題 尤其面臨危機 都要給她來提問 原因就是她用非常粗魯 甚至不恭敬的態度來 修捕總統的時候 她前面的問題她都忘掉了 對 所以Helen Thomas 能夠從1961年做到2010年 她離開之後 人家才想到搞了半天 Helen Thomas 到底是罵總統 還是幫總統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連勝文 用Helen Thomas的例子來講的話 你其實 其實今天很多名嘴是 尤其女性非常尖銳 Helen Thomas 也是個女性 所以那女性罵的話 她會很尖銳的時候 反而 反而 我不是講光琪 我不講光琪 我講的是另外一位 我講的是另外一位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說 Helen Thomas 直到她離開白宮之後 她還想到 她扮演的角色 很可能就是幫總統解套 所以我覺得 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犯錯 連勝文跟大家講 對不起 那是我年輕時代 在幾歲幾歲犯的錯 我跟大家道歉 但是人家如果用 超過某種程度的 一個字眼的時候 人家會同情你連勝文 就像當年那些總統 會把最尖銳的問題 留給Helen Thomas來問 所以我真的期望她 梁師兄講的是說 要懂得建立死利 對 我的意思就是建立死利 沒錯 所以是哪一種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再打廣告 要上所有的call in節目 接受所有的名嘴的挑戰 然後或許是你唯一解套的機會 否則這樣顯戰 真的 柯比敢這樣講話 我相信她 會對連勝文造成壓力 也會對她的選民 會造成一個凝聚力 可是張斯剛同學 連勝文基本上 不大願意接受 可能會質疑她的團隊的採訪 包含本團隊 其實她對這一連串的打擊也好 或是攻擊也好 然後現在去上電視廣告 因為我們也希望說 都是上網路也省很多錢 但是網路裡面 就會有一些網友 去惡意的去改造你的內容 那昨天有報紙也講一個社論 其實這種的做法 已經逾越了一個 基本的言論自由的取向 已經有一個法律 已經有犯法的問題了 意圖使人不當權的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台灣講也很無奈 最好透過另外一種方式 讓大眾知道說 她對於這些問題 對政策一些主張的看法 那我覺得就是 每個人候選有她自己的 比較擅長的領域 或她有不同的競選管道 那我覺得大家就各顯神通 那我是希望說 如果在網路上 這些我覺得 不要去做一些 變造別人的影片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有法律上的問題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您在向前看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再過二十六天 就要選舉投票的國民黨 面臨大崩盤的壓力 那除了連勝文的 夫人牌打出來了 槍擊案的告急牌打出來了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 台商牌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連勝文 公算 高喊口號支持連勝文 面對來自全球的台商 連勝文打出危機牌 這一次的選舉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其實也是選擇開放 或是閉鎖的路線 因為這一票其實 不是關係我而已 也更不是關係 中國國民黨而已 而是關係整個城市 未來十年的發展 而是關係整個國家的命運 頒發聘書給各地台商 連勝文選情 這次異常緊繃 不過他另外打出的新聞宣 卻以釋迦模擬舉例 強調從王子的權貴 也能走向度化眾生 耶穌基督從木匠的平凡 開啟信望愛的大道 這種對自己的比喻 對手柯文哲很不以為然 想說如果記者問我這條道 要怎麼回答 我想了很久 大概用四個字回答 我問命以多分 距離選舉日 越來越逼近 連勝文的文宣仍然被網民鎖定枯售 這一波釋迦模擬的類比 恐怕也難逃網民的酸言酸語 記者綜合報導 好光晴 我們看到再過26天 不到一個月 就要選舉投票了 就連台商牌都打出來了 對你如果按照現在的這個民調分析 我們節目也經常引用民調 那個藍營非但沒有站在 他們的這個版圖優勢裡面 在這個民調上領先 他還倒輸 而且差距是這麼大 所以現在連藍營內部 包括選市議員的藍軍 他們都分析 大概連勝文他贏的可能性 是非常低了 那所以經過這樣一個效益 所以連勝文他怎麼喊 好像如果他不當選的話 沒有他當選的話 台北市會完蛋這種感覺 然後那個金融業 產業 傳統產業也會完蛋 那相對來講 剛剛你們討論的 這個柯文哲就有一點碰轟 好像覺得非贏不可 非他是贏 那在這種情況下太拖大了 有的時候往往會掉以輕心 那如果以台商票來看的話 如果柯文哲他的這個選票 沒有拉大 就是民調他沒有拉到10%以上 這是這個綠營他們自己的 發言系統所算出來的 他們親自講的 如果這個民調支持度 沒有拉大到10%以上 可能還是因為台灣台商的這個效應 可能會受到影響 但是以這次的這個台商選票來看的話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一個 連勝文的低迷的氣氛 而無法這麼有效的拉台 這是一個指標 真的 柯文 我再給大家看 連勝文團隊現在寄望的是台商 而且票票都要 然後柯文哲為什麼會對自己 這麼有自信 剛剛光晴講到 所有各家民調柯文哲都大幅領先 自由時報他是領先20個百分點 而且再差再差的這個 藍營相關的民調 他都領先將近10個百分點 所以你從民調的數字來講 他顯然是遙遙領先 可是這個狀況 真正民調的沒有辦法估算的 剛剛好這麼巧就是台商這一塊 其實我是覺得柯P到最後 我認為我的判斷 我認為他會當選 為什麼呢 因為特別在馬英九 這兩次給他加持之後 更加深我的信心 馬英九加持誰 加持連勝文吧 加持連勝文 加持連勝文之後 我更有信心 不過我要講的是 現在台商的票是這樣 其實台商本來就有投票權 台商如果願意 循正常管道自己買機票 然後回來行使他神聖的一票 誰都沒有辦法拒絕 但是重點是 我們現在擔心的這些台商 是什麼優惠機票 五折機票 連價機票 然後透過各種方式去動員 甚至包括用中國的關係 什麼台氣聯去動員回來 這樣的台商 這個當然會影響到台灣的選情 所以我覺得 當然票票是關鍵 不過到最後 會不會台商成為最重要的關鍵 我以目前這樣的一個民調數字來看 我認為有影響 但是有沒有大到足以翻盤 我認為應該不至於到這個程度 因為大家不要忘了 也不是每個台商都怎麼樣 都回來一定投連勝文 很多台商其實在中國大陸 吃了很多憋 他受不了中國政府 回來他覺得台灣要堅強一點 要選一些未來感覺可以跟這個中國 稍微這個 喊一下這個牌 然後喊一下這個籌碼的人 他才願意去抵抗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連勝文我覺得他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剛剛講到馬英九連兩次 很固執的說要去幫他站台 那很多人說那應該要去怪馬英九 你怎麼怪連勝文 錯 我認為在這個時候要看到 是一個領導人的氣質 我們今天選一個台北市長 如果他今天判斷自己的選情 馬英九來真的會對他雪上加霜 造成年輕人造成交通不便 他連敢說一句NO都不敢 我覺得他沒有那個領導人的氣魄 他只是在家裡一個乖寶寶好寶寶 很聽話的寶寶 否則我覺得很奇怪啊 剛剛這個當然司剛偉尊重他的想法 他覺得說很多媒體對他不公平啊 我在聽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我內心敢開萬千啊 這個連勝文他有那麼多的資源 他下在各個通路下在各個管道 坦白講很多的媒體對他的新聞 我覺得都已經是非常非常的膨脹 再加上他有雄厚的資源 在這個節骨眼上 你今天處在這種劣勢 你竟然是怪說都是媒體的錯 其實這也是還有一個問題 第二個我要想說 剛剛這個楊議員他講一個意見 我覺得很好 你今天如果真的覺得都是媒體的錯 或者他每次出事都說 哎呀那是幕僚做的我都不知道 那是廣告公司做的我都不知道 那如果這樣 我真的覺得你應該去找一對一 去找任何節目專訪 尤其在這個節骨眼 你今天如果說不管去找哪個電視台 哪個大牌的主持人 包括寧官 我相信你只要願意說 哎我希望能夠有一個專訪 我相信不會有人拒絕 可是你敢嗎 你敢接受這樣的挑戰嗎 來斯剛我讓你回應 OK 對於這個不甘的講法 第一個啦我們每次選舉裡面 都會把台商票列為一個 其實各黨派都在爭取啦 你說那個柯文哲沒爭取嗎 也有啦 他也有在透過很多管道去爭取啦 所以我覺得大家各憑本事 看過去對於台商這一塊 誰經營的比較深 那我覺得有的時候有經營 有耕耘就會有收穫 我覺得是在選舉裡面 在國內選舉 或在台商選舉也是一樣 那另外談到一個題外話 我倒覺得像我們一直沒有 這海外通訊的投票 相關的法規 我倒覺得立法院在最後 是不是可以可以再利用 這一年多的時間裡面 把這相關法規把它演你出來 也讓我們海外的公民 可以來行使他自己的公民權 我們像美國也好 或是像這個之前的英國 蘇格蘭獨立 都海外投票的部分嘛 所以我覺得在技術上是可行的 那我覺得這一塊 科技已經很幸福 我技術可認證 然後會不會被偽造 那我覺得這都有科技 可以去克服這件事情啦 所以我覺得在台外台商這一塊 我覺得大家各憑本事 最後回來多少 坦白講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投的 坐在飛機上每個人 我可能說你要投籃投綠 投籃才讓你進 不可能嘛 我想是大家就各憑本事 好那莊綠成龍同學 柯正宇現在的估算是 青年的投票率超過六成會當選 但是年輕人的投票率 過去很多經驗 有的時候都在五成以下 柯P他現在想說 這整個35歲以下的 如果大家都出來投票的話 投票率達到一個門檻的話 他當選的機率會增加 這當然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場選舉裡面 大家剛剛一直在講台商對不對 你像在台北市 基本的原來在投給藍營的 這些人都會被欺憐盛文 你怎麼大家還一直認為說 台商一定都是國民黨的 我把台商這些票 把它當成是藍營的基本票 只是有的人在台北 有的人他在中國大陸那邊而已 所以難道在台北市的這些 基本藍營的選票會產生鬆動 台商就不會產生鬆動嗎 這個很快也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所以這場選舉裡面最後王牌是誰 他們兩個人自己才是王牌啊 兩個人兩個捉隊在施殺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會激蹦出一些火花 兩個人的特質大家現在其實大家幾乎都知道了 所以這一場選舉裡面 王在建王的時候似乎在宣誓 柯文哲自己講那句話也有點道理 他似乎在告訴連聖文說 我贏了 所以連聖文他... 所以連聖文他也知道... 連聖文他也知道... 沒有贏尊重選民的抉擇啊 所以連聖文才會去講 才會有...他也意識到 柯文哲現在氣勢很高 所以他到基督教那邊去的時候 好像就是上帝啊 你遲應我一條明路啊 可是...一下子心情是這樣子的 好像是很...那種... 覺得很在求救的 可是走出教會以後 他到另外一個場域裡面 不行耶...這樣也行耶 我就是釋迦摩尼 來朝拜吧 所以我會覺得這場選舉裡面 兩個人的特質啊 幾乎選民都已經知道 這一場選舉 你說還會有多大的一個波動啊 可能也不容易 國民黨妹如果台北市 不管是連家勝選或敗選 都會來一場風雨嗎 我相信應該會 而且我認為今天 大家千萬不要期望說 國民黨如果... 中央是把... 未來的希望寄託在台商身上 我說得很坦白 你今天馬英九在立法院 那些立法委員都控制不了他的選票 你如何期待說台商就回來 一定支持國民黨或一直支持民進黨 我覺得甚至連勝文還是做自己 靠自己 我再一次的呼籲喔 連勝文的夫人最近出來拜票 很有效果 當你花一個小時的車程到那個地方 再花半個小時的車程回家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不考慮你先生一再強調的捷運嗎 搭捷運嗎 叫我說的 你強調你捷運目前已經用了1400萬張的悠遊卡 為什麼你跟你太太不用 你今天連勝文194公分 他只要上下...下午各用一次 全部人都看到你連勝文 跟我生活在一起 蔡依三如果搭公車跟捷運 也是一樣 可是上次一週刊拍他 他不但有專車接送 而且還要有司機幫忙撐傘 幫忙撐傘遮太陽 我覺得用搭捷運的方式 第一個肯定你先生連勝文 最驕傲的悠遊卡的政績 否則的話你強調台灣這麼多人用悠遊卡 結果連勝文不用 蔡依三不用 會比較沒有辦法說服你 而且我覺得 當他們每上一次捷運 經過的這些握手擁抱 非常自然 不要有任何競選活動 大家看到你 不是住在一個里長的家裡 也不是怎麼樣 也不是用walking stay在那裡 幫人家修車子 我覺得用這樣的方式 剩下二十幾天 是應該每天的必行工作 不要多一次上五一次下五一次 我覺得會讓這個選情 還有翻盤的機會 蔡依三發捷運就有用 我想石修兄 他理想主義 因為他的選舉都這樣 他也不敗票 他也不設總部 有敗票 我當選以後 我每天坐捷運上下班 這也是一句話 那鼓勵所有 所有住在台北市的這些主管 搭捷運上下班 對不對 然後只要住外縣市 我還補助你 搭捷運 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 但是要宣誓什麼 宣誓我不是權貴 只是宣誓這個而已 這沒有 已經就像我們在選舉 我們也打火車 所以就 到後來說拜託 我問你關西跟你不要吵 也有這種 所以 我補充你一句 你說當選後 那是未來的事 而且不確定性 你現在做 立刻把你強調的悠悠卡 這個政績 我自己本人就在用 否則的話 你一直強調悠悠卡 多少人在用 自己沒用 是很尷尬的事 我知道每一個選舉的時候 我跟你講我選舉的時候 每天都有十個以上 人跟我建議 我如果聽這十個人 我開始是向前走 然後第二個人講 我要倒著走 第三個人講 我要橫著走 向右橫向左橫 聽不完了 所以那天 石雄講這個話 你講了大概十幾個台都講 就那天正好蔡正元在場 他講收主義 蔡正元在場 他說我叫他免登廣告 我說登廣告只會讓你的選票變少 幫人家製造鈔票 而且會讓台北市民非常容易的想到 你已經不領薪水了 你花這麼多錢 選市長的目的是什麼 結果蔡正元當時就說 這是個收主義 沒錯 對 因為這裡面有 跟錢有關係 這當然是收主義 你偷偷票做誰賺錢 對不對 他都做義工嗎 對 當然是 所以這個 蔡正元是講了很多人心聲 大概不是他的心聲 講了很多人心聲 那你這樣那些做 你說叫那些